時間30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的院長 請 毛院長 高經委員好 院長好 本席今天已立院新聯盟政團的名義 代表台灣55萬原住民族的族人 在這裡向您提出質詢 因為本席今天的質詢 內容關係每一個族人的權益 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補償的問題 那我還沒有進入到政體之前呢 我必須要給院長您以及您的內閣團隊 上一段從來沒有人關心的原住民的禁待史 我希望院長您能夠交代您的內閣的團隊 放下手邊的工作好好的來聽可以嗎 沒有問題 您可以交代您的團隊嗎 是我想我們內閣同仁都會注意 好 我希望呢我們的院長還有在場的那個閣員們 你們好好聽一段台灣的主人 原住民的傷痛史 我們從1895年開始談 日本侵略的台灣 他立刻制定了所謂的禮翻政策 這禮翻就是什麼呢 全然的消滅藩人 翻地的意義為目的 並且是由日本的總督府警察機關民政部的職產科負責執行 因為原住民不是人是動物 所以由職產科來執行所謂的禮翻政策 同時呢他發布了官有林野以及髒腦製造業取締規則 也就是所謂的日令26號 其中第一條內容是什麼呢 無所有權狀以及其他可確定證明卷的山林原野均屬官有 簡單的意思就是翻地等於無主地等於國有地 院長原住民沒有文字 我們當然拿不出任何證明的文件 可惡也非常諷刺的是 原住民第一次碰到法律 竟然是失去一切的開始 院長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就是日本殖民政府當時製作的地圖 當時原住民族生活的領域總共是166萬公頃 所有的土地因為沒有所有權狀 全部都被收歸國有也就是日本政府 再對照一下 右途是現在的55個原住民族的地區的鄉鎮市區的範圍 完全跟日本殖民政府所畫設的翻地圖是一致的一模一樣的 原住民失去土地之後呢 殖民政府延續了清朝時期的愛永縣 並且他用電流的鐵絲網 還有埋地雷的方法 代替傳統的愛永縣 以增強什麼 防翻 防翻 這個翻就是原住民的效果 同時呢 用武力討伐部落 實際來佔領原住民土地 我們來看一下 日軍侵略台灣原住民的重大戰事 我們有侵略台灣族 這個就是照片 80原住民人口的十二分之一 這是今天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 主委應該很清楚 總督府的福肯署 就是現在 農委會的林務局 翻人所要地就是現在的原住民保留地 而官有林也就是國有林地 這個政府變臉了 從日本到了國民政府 從日據殖民政府跑到中華民國政府 福肯署變成林務局 這多低的成本啊 166萬公頃的原住民土地 依然沒有還給我們 很難想像 號稱民主政權的國民政府 完全繼承了日本殖民的政策 原住民的土地到現在 依然沒有歸還我們 院長 以上本席的諮詢內容 是要作為讓你了解台灣原住民的土地 我們是怎麼樣失去了 接下來我要講的內容是 台灣的政府 當然包含了國民黨 也包含了民進黨 因為這兩黨同時曾經執政過 你們是如何限制原住民的 我們從1945年台灣光復來講 國民政府為了維持原住民的生計 援用了日據時期的保留地制度 所以在1948年頒定了 台灣省各縣三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第一條開中民意的表示 台灣省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了保障三地人民土地使用 促進三地保留地合理利用 以安定三地人民生活 發展三地經濟此見 特制定本法 也就是說原住民保留地 是原住民生活所必須的 院長這一點你同意吧 好謝謝 來院長你點頭了你同意 那麼本席就針對目前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現況 再讓你更清楚了解一下原住民的土地 現行的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的第一條 本辦法依照三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的第三十七條規定來辦理 也就是說三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的主管機關是農委會 原住民現在的原住民保留地辦法我們的母法 其實主管單位是農委會 所以主委原住民的保留地土地你不要置身事外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政府如何保障原住民生計呢 它的事實是什麼呢 二十六萬公頃百分七十的土地被化為林業用地 也就是我們有十六萬公頃所謂的林業用地 我們的地主是不可以拿來務農的 我們能夠原住民保留地 院長只有二十六萬公頃 有十六萬公頃是不可以拿來務農的土地 如果拿來耕種罰單馬上來 院長保障原住民的生計了嗎 二十六萬公頃有十六萬公頃是林業用地 再看 百分之四十四 換為什麼 水源水質水量保衛區 也就是說原住民犧牲了 我們應該要被耕種的土地 要提供整個台灣人民最好的水 我們被限制了 我們被限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土地 可是並沒有被補償 來 百分之四的保留地被化為什麼 國家公園 然後大量的保留地被化為保安林 主委就清楚了 這幾個土地是都不能夠耕種的 來 我們說任何的政策有限制 就應該要有補償 這是公平原則 但是原住民保留地呢 院長平地休耕 我們的農民會主委 民主委 平地休耕每公頃每年四到八萬 保留地禁法每年每公頃只有兩萬 而這兩萬的補助標準 從一九九三年到現在 二十一年了 從來沒有調漲過 院長這合理嗎 我再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們聽一下 一年兩萬塊除以十二個月 一個月只有一千六百塊的補償 我再提醒院長 原住民保留地是維持原住民生計所必須的 您剛剛也同意 我們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 給台灣好的空氣 好的水源 台灣政府是這樣對待我們的 二十一年 物價上漲了多少 二十一年一公起 只有兩萬塊 把它換算一個月一千六 我加滿了油 要幫你們去保護山林 油費都不夠啊 人委會主委 您主委 公平嗎 再來 河川周邊 水庫集水範圍 一百五十公尺內補償 一百五十公尺以上 就補補償了 院長 主委 難道一百五十公尺以上的保留地的林木 就沒有涵養水分 潑地保安和水庫保育的功能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要限制我們原住民使用呢 你乾脆一百五十公尺以上 全部解編 報告院長 原住民保留地是 維持原住民生計唯一的土地 然而一百五十公尺以內 你們才補償 一百公尺以上 你們就不補償 合理公平嗎 我們再看這張圖更清楚 我們從九十四年度我們來看 你補償了多少公頃 一點三萬公頃 逐年遞減啊 到了一百零四年 你們只補償了九千五百公頃啊 院長 原民會主委 林主委 你們總共限制原住民是八萬公頃 可是你們補償只有到哪裡 九千五百公頃 二十一年了 這個就是原住民的不公不義 剩下的七萬公頃呢 你們把原住民當傻子嗎 他 針對趙林補償經理案 去年的一月十五號 當時的江院長 他跟我們原住民的五十五個區鄉鎮的 鄉長 只是農委會主委 要解決方案 請問一下林主委 解決方案有了嗎 我們在 其實這個案子呢 在民國一百年開始 我們就提出來 怎麼樣來擴大補償 那我們原來的案子也是 盡量的把原住民保留的地都可以納進來 那因為財政的問題沒有辦法一年 照這個原來的計畫呢 一年都要五十億以上 所以我們在去年開始 我們就是一百五十公尺 在敏感地區的地方呢 我們先來做一些補償的作用 把它擴大成為兩萬四千公頃 那這兩萬四千公頃 我們原則上 還是以兩萬塊為補償的標準 先執行三年 未來隨著財務狀況 以及原住民保留地的利用狀況呢 再來做檢討 我認為應該是要 對原住民給予合理的補償 但是呢 就如同剛剛高委員所講的 如果用八萬公頃 或者十六萬公頃去除以所有的原住民地區 不是一公頃的問題 而是每一戶所領的可能都是十公頃 二十公頃 所以整個總數講起來 其實是比平地的土地呢 一公頃 甚至零點五公頃 它的金額呢 並不輸 政府照顧原住民 特別是農委會 林務局 我們在許多林區管理處裡面 不要扯到這麼遠 主委 我必須要打斷你的說話 院長 您聽得下去嗎 只要 關係到原住民權益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說 財政拮据 一句話 我請問一下 當你們要原住民佩服你們政府的政策的時候 為什麼不講財政拮据呢 公平嗎 如果按照主委你這麼說 那麼你只補助兩萬公頃是吧 剩下的六萬公頃來解編 可不可以 我剛說過了 原住民二十六萬公頃是 讓原住民生活的土地 我還沒有跟你談到一百六十六萬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從日本殖民時代 給了原住民二十萬公頃 賴以生活活動的土地 一直到中華民國以後 只多了六萬公頃 也就是二十六萬公頃 要五十五萬的原住民族 在這個二十六萬公頃裡面生活 可是 二十六萬公頃 總共有八萬公頃是被你們的限制 有十六萬公頃 是被編列為水質水源保護區 我們不能夠耕作 院長 請你給我五十五萬原住民的族人一個公平的回答 該怎麼回答 你要嘛就全部補償 你要嘛就解編六萬公頃 你同意嗎 各位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 哪裡複雜了 我聽起來也有長短期的問題 毛院長哪裡複雜了 我講得那麼清楚 我開中民一從一開始告訴你原住民的土地是如何被流失的 是是是是 然後我再告訴你 中華民國你們是如何保障原住民的生計了 我們二十六萬公頃的土地 賴以為生的土地 二十一年來 你們從來沒有給我補足過八萬公頃 你們也從來給我們兩萬塊而已 這公平嗎 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說 你還跟我說複雜 一點都不複雜 我說複雜 只是你們中華民國政府要不要解決的問題 對 因為真正更宏觀來講 要從國土規劃來講 你說解編要從國土規劃角度來講 但是那個太遠 不切實際太遠 你講得太好了毛院長 但是 你既然現在沒有方案 我給你方案 我現在就我現在就跟委員講 我現在給你方案 我們的處理方式 你聽好可以嗎 來 經濟部裡面 水資源作業基金 每年賣殺死三十億 農委會 林務局 林務發展跟造立基金 每年三十億 環保署的環保基金 含空污水污染防治 環境教育等基金 每年六十億 勞動部 為了防止人家失業 就業安定基金 每年有一百億 內政部 國家公園 有公務預算 原民會現在 有公務預算 每年兩億 我Honeybone給你找了 六十億加一百億加三十三十億 總共是兩百二十億 兩百二十億 還沒有錢嗎 八萬公頃 我不要說兩萬 我們按照物價來比照 我也不要比照 你所謂的平地休耕 四萬塊 我就說三萬塊好了 非常合理吧毛院長 二十一年了 物價上漲成這個程度 我跟你說 一年補助三萬塊 八萬公頃 三八二十四 一年二十四億 你從這個裡面拿出來 沒有嗎 殺死 每年賣了殺死的三十億 去了哪裡 林務局的發展造立基金 每年三十億 有錢呢 怎麼會沒錢呢 只是中華民國政府 把原住民當傻子 你們已經欺負我們太久了 請問毛院長 你願不願做 所以我剛剛講嘛 就是說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會需要有階段性 您剛剛講的這些基金 我可以來了解 但是我知道這些基金 基本上都有它的用途 錢 如果真要解決 當然錢 我們另外想辦法 是不是用這個基金 這個另外再說 但是起碼從委員 剛剛所提到的幾個數字 就是說原來是這個八萬 你是以八萬公頃來計算的話 你說過去只有七千多公頃 那現在起碼農委會 已經提高到 到兩萬四 這起碼是一個 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起點 然後另外說兩萬 然後你剛剛提到 這個兩萬是已經有二十年 當然我認為這個是應該調整 我們基本上 是不是先從這邊開始來做起 不要跟我們 毛院長 原住民現在不傻了 不要再跟我們談階段性 二十一年從來沒調整過 你不要再告訴我說現在止不住兩萬 我現在給你兩個方法 一全面 進法補償全面補償 要嗎 你們如果沒有那麼多錢沒關係 剩下的你們可以補償的 不行的解編 你讓我的原住民 你讓我的原住民 可以用土地生活下去 可以嗎 毛院長 我會覺得這個問題我可以跟委員 我們會後我們再來進一步來談好不好 不好 因為你說解編的問題 不是我站在這個地方一句話可以講的 這個解編的問題 好 國土整個的一個規劃 對不對 可以 原住民也同意 因為我們是台灣的主人 土石流淹沒了整個台灣 我們哪裡都去不了 是 所以院長我同意你的說法 那麼也不要把原住民當傻子 請你補足八萬公頃 請你補足八萬公頃的補償 至於錢 請你中華民國政府去想辦法 不要吃定了原住民 跟委員報告 我一直在想原住民的問題 我們除了做這種現金的這一種的發放以外 我一直在想說 原鄉我們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原鄉真正在生活品質上可以改善 院長 然後呢 請你不要插開話題 如果有錢 請你不要插開話題 我是把這些錢做其他更有意義的用途 請你不要插開話題 也是用在原鄉上面 請你不要插開話題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原住民的保留地 這個保留地是原住民生活的土地 你不要告訴我說 中華民國政府 我要怎麼樣讓你的原住民生活的更好 你先來解決八萬公頃 因為我們要國土保安 因為我們要保障你們的自來水的安全 保障你們台灣的空氣 所以原住民是被限制土地耕作的 你們禮當都要補償啊 你現在告訴我說 我們先不談這個問題 我要讓你如何援助你生活 我沒有說不談 你覺得有道理嗎 我沒有說不談 好 那現在請你告訴我 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我剛剛給你的方案 也就是 OK我們不要講多 三萬塊一公頃 好不好 然後補滿八萬公頃 三八二十四二十四億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裁員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我想這個問題都可以討論 都可以討論 好不好都可以討論 你同不同意從這個方向去進行 我們可以討論 好不好 主委 我想聽您的回答 您現在是原住民最高的行政首長 剛剛我所講的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補償的問題 你同不同意我說八萬公頃全部補償 跟委員報告 根據原住民主基本法第二十條的第二項的規定 法律上就明明就明定 政府如果限制原住民使用土地 應該跟原住民來挫商來學商 從這個精神來看 其實我們真的要檢討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不是 所以麻煩這個要面對這個問題 麻煩你再找時間去跟你的老闆 也就是毛院長講 我們來努力看 台灣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欠原住民一個公道 我們已經講了二十六萬公頃是原住民賴以生活的土地 對不對 我還沒有跟你講一百六十六萬傳統領域 我說的是原住民賴以生活的土地 這個土地原本是應該我要耕作的 我可以因為這個土地而有經濟價值 可是因為要維護台灣的好山好水 為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們有很多地是不能夠做的 當然是要補償原住民啊 毛院長 林主委 兩位林主委 你們覺得我們講的不合理嗎 我不是林主委 喔 對不對 不好意思 陳主委 你們覺得我講的不合理嗎 基本上委員 毛院長 你覺得我講的 我今天在這邊質詢你 哪一點 我是不理所當然 跟委員報告 我認為原則上我們一定要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 還好 我們會後我們進一步的來討論 好 非常感謝 所以請毛院長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要哪位政務委員跨不會協調我們這個案子 然後呢一個月內召開協調會可不可以 會 我們會指定政務委員來處理這個問題 哪一位 我們最近在調整工作 現在大概是肖政委 好 我們可不可以一個月內召開協調會 是 可以嗎 是 沒有問題 好 謝謝 好另外我想針對 呃 這個部分我想那個陳主委你可以先休息 這個問題呢我要問的是民宿 我還記得上個會期我曾經這邊就叫過江院長 請問一下林主委 三個月了 你們到底給我們的回答是什麼 原住民的民宿無法取得執照的問題 你們到底現在怎麼做 跟委員報告 關於上一次特別委員執行之後 我們希望說三個月以內 我只剩五分鐘 麻煩你快一點 三個月以內要趕快建立這個平台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有大概民宿 我們都查過了 大概有223家是不合法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使用的這個土地跟建築的執照 都沒有取得 那麼我們覺得比較好的辦法 還是要參考教育部目前實施的這個 管理這個附助式教寶 這件事情你有跟毛院長提過嗎 這個會牽連到目前內政部的管理 這個建築執照跟土地使用的問題 我們請內政部部長是嗎 我要拜託內政部幫忙一併來處理 好 請問毛院長您知道這件事嗎 我在了解 原住民的民宿 對 我在了解細節當中 好 請問一下 陳部長 你對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 這裡面啊 剛才提到的說是 這裡面的建築物啊 它本身啊 可能有涉及到水爐保持 環境影響平估 土地使用消防安全等等的法規 換下講 這些建築物能不能合法化 可能是 這個民宿能不能開得成的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可是 部長你知不知道啊 原住民喔 本來 我們的部落基本 是在建築法規還沒有立法以前 我們就在這邊喔 所以你現在用建築法規 來限定原住民是不公平的喔 陳部長您知道嗎 如果它是在建築法適用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建築 那是OK的 建築法要一定要是在建築法適用之前 所存在的建築物 基本上它沒有建築法的適用 它既存的這個建築物適合法 陳部長你知不知道 原住民部落齁 包括我們的鄉公所齁 其實全部都是違法的 您知道吧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啊 主委你很顯然沒有告訴到他 你如果不清楚的話 我現在花點時間讓你知道好不好 我們曾經有一個案例 就是原民會在98到101年 辦理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 第一期的四年計劃 曾經提出三地鄉部落 托育班設置的原則 也就是要在原住民部落設置托育班 但是根據兒童還有少年福利法第七條 以及兒童及少女福利機構準 什麼什麼要制標準第三十三條規定 托育班必須要設在合法的建築物 才能夠執行 當時部落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建物喔 有的地方聯鄉公所啦 活動中心都沒有使用執照 可是當時的我們的內政部出來用 做了一個什麼辦法呢 他就訂出了一個三地鄉部落托育班設置原則 這個原則呢就是比照你們現在的 其實是可以做的 也就是說我不知道我不懂 為什麼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每一次都會有兩套模式 既然在原住民鄉這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能夠一併來處理一併來解決 我們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上次您提出 還有其他委員提出 劣勢這個原鄉建築物 希望能夠協助它合法化這個問題以後 那麼我們部裡面也跟 跟聯文明會 聯名明會 相關的縣市政府開過會 那麼我們現在 由聯名會來匯整了各鄉 原鄉所提的這個問題 建築物要合法化所面臨的問題 那麼也決定在三月 中旬能夠到初步是選定大同鄉 宇蘭大同的松樓部落 去實際了解到底他們這個要合法化的過程裡面 遭遇到哪些困難 所以我想這個因為它是涉及到了包括環評 包括水滷保值等等的問題 你不要再跟我扯那麼遠了啦 毛院長 我先謝謝你給堅實鄉一個非常好的橋樑跟道路 我相信你對原住民是友善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交代您的陳部長 還有林主委好好解決原住民民宿的問題 他是可以按照這個托育設置管理辦法一併來處理的 既然對於原住民的托育你們都可以用方法解決 原住民宿應該也可以 我不覺得他會怎麼困難 跟委員報告 我的了解 我大概原則上這樣講了 我跟陳部長也討論過 我們大概會希望全面了解一下 我這邊資料是190幾家 剛剛林主委講的時候200多家 我們針對這個數量把它做個分類 看他問題的類別是什麼 然後針對這個不同的類別 我們看看怎麼來解決它 我大概會朝這個方向好不好 多久給我回答 你這個平臺你這個平臺你太喜歡 我們這個平臺 OK 感谢观看